飞龙在天,集犬升天论父母炫耀症和低调异族的生存哲学,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,一个是风华正茂,林不清是自己成功还是父母成功的人,另一个则是低调的都不知道他成功的人。 今天,我们就来调侃一下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,看看他们在生存哲学上的差异,第一篇,父母是我的招牌,这一群人有个特点,那就是不论走到哪里,就跟带了一面写着父母最棒字样的招牌,他们的坛子总是环绕在家里多有钱,多成功,多有地位。 比如,谈论到某个国家,他们会不自觉地开始炫耀,哦,我妈妈的朋友的儿子,他在那里有个别墅,游艇停在私人码头上,简直就是那里的名人了。 听众不禁陷入一阵羡慕的深渊,这种人的座右名是,爸妈有钱,我天天快乐言,第二篇,低调成功,低调快乐,然后,我们来看看另一群人低调成功族。 这些人一点也不喜欢张扬,因为他们早就知道成功不是用炫耀来证明的,他们走在街上,你都不会注意到他们,因为他们不会穿着华丽的名牌服装,也不会带着闪闪发光的首饰。 他们的成功之处在于,你根本无法从外表看出他们的成就,比如,你在街上看到一个相貌平平,衣着朴素的人,他可能就是个创业成功者,而不是个穷光蛋。 这种人的座右名是,低调的让你都没发现我成功结语,无论是张扬的炫耀者还是低调的成功者,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生存哲学,只要过得开心,快乐,不管是披着招牌走街串巷,还是在人群中低调行走,这都是一种生活的方式。 所以,让我们在彼此调侃的同时,也学会尊重每个人选择的人生之路,或许,这样的平和与包容,才是最终的成功。 你有可以与大家分享的新闻和故事吗?请在视频下评论区留言亚加分享,我们非常重视你的反馈和意见,欢迎随时留言联系。 为了你能及时了解所有最新的信息和讨论,请点击订阅的小铃铛亦获取定期通知。 也请点赞支持,谢谢你的参与。